陶瓷貼片到底是什麼?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片超薄的陶瓷 附個在牙齒上面 如果你有 牙齒有 然後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你都算是可以考慮使用陶瓷美白貼片的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孟華醫師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些陶瓷貼片的常見問題 陶瓷貼片到底是什麼?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片超薄的陶瓷 附個在牙齒上面 它的厚度就像是一個隱形眼鏡那麼薄 大概0.03到0.05cm 如果你有牙縫想要關 牙齒有輕微的凌亂 牙齒有缺角 有裂痕 有去除不了的染色 你有四環素牙齒 或者是你就是屬於那種 牙齒美白不太良的尺質 你試過各式各樣的美白產品 然後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你都算是可以考慮使用陶瓷美白貼片的人 那基本上陶瓷貼片跟全瓷罐用的是一樣的材質 它們兩者最大的差異 貼片是薄薄的一片 有點像一個貼膜 然後全瓷罐則是一整顆的 比較像是一個安全帽 那陶瓷貼片它是只有覆蓋在牙齒的外面 那全瓷罐是會覆蓋到牙齒的外面 裡面 搖合面 左面跟右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貼片跟全瓷罐的其他差別 貼片是只會貼在前牙的 因為它薄薄的一片 所以它所需要收磨的牙齒的量比較少 功能是用來美化牙齒 那全瓷罐則是後牙 前牙 全口都可以裝 然後全瓷罐會收磨掉牙齒的量比較多 如果你有破損比較大的牙齒 或是你有抽過神經的牙齒 它是需要一整顆的牙套 這樣子把它套起來 保護起來的話 就比較適合做全瓷罐 那我先來講長石貼片好了 它的強度跟硬度都比較低 它的咬合承受力只有大概100-200MPA 通常是用在超薄貼片 就是說你如果只有一個很少的縫需要關 或是很少範圍的貼片需要修補 然後它的製作比較麻煩 所以單價比較高 適合用在某些病患 它們是完全不想要磨牙的 或只是它只是想要磨掉很少很少很少量的牙齒 因為長石貼片是可以做到非常極薄的 所以它是可以做到非常自然透光 但是它沒有很白 而且它的壽命也比較短 只有大概7-10年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玻璃陶瓷貼片 也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它這個的強度跟硬度就好多了 它的咬合承受力有到400MPA 所以通常可以用於多顆牙 然後可以調整牙齒的瑕疵 的彈性也比較大 例如像你如果想要關牙縫 調整牙齒凌亂 收補裂痕 缺角等等 這個都是很適合的 然後它的製作也是比較簡單的 它需要收磨的牙齒的量 稍微多一點點 大概0.03-0.05cm 貼起來比較白 壽命也比較長 大概15-20年 目前台北市的陶瓷貼片 價位落在大概25-4萬之間 所以它的價格其實跟全磁罐是差不多的 那很多病患就會問說 怎麼陶瓷貼片跟全磁罐價位會差不多呢 其實我覺得貼片是比全磁罐的製作過程更困難 因為陶瓷貼片我們是一片一片手工雕刻而成的 所以每一片都是量身訂做的 它的燒製過程是最小心最精細 顏色控制也是最困難的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考驗技師的功夫 然後也很考驗醫師的專業技術跟經驗 再者就是美觀設計 因為我們幫你設計的貼片 然後你的笑容跟新的這個微笑曲線 要跟你的整個臉要有一個好的和諧度 所以這一切細節設計跟分析都是要列入考量的 那做完療程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用你的陶瓷貼片去啃硬的 意思就是像是 冰塊、骨頭、螃蟹、巴勒子、甘蔗 或是你用你的牙齒去開種品 這些食物跟動作都不可以 都太硬了 會很容易去傷害到你的貼片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要有良好的刷牙習慣 使用牙線、使用含浮牙膏跟定期回整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們也建議要配戴一個保護套 有點像是一個維持器 那你如果是有磨牙習慣的人 那你一定要配戴一個夜間咬合板 預防晚上睡覺磨牙的時候 造成牙齒的磨耗跟傷害 陶瓷貼片是不會自己掉落的 它的bonding跟牙齒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你如果去看目前大部分的paper跟文獻的話 陶瓷貼片的壽命大概是15到20年 但是其實到了第20年的時候 你的貼片也都還是在那邊 它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在變老的時候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點牙齦萎縮 那個貼片的邊緣就會露出一點點深色的牙根 但是我們也是有看過很多病患 戴了貼片二十幾年了 也完全沒有任何牙齦萎縮 也沒有任何蛀牙 所以一切都是看病人怎麼保養 那如果你的牙齒是有輕微的凌亂的話 陶瓷貼片是可以幫你瞬間矯正的 可是如果你的牙齒是非常亂 全部都疊在一起 或是你有很嚴重的爆牙 很嚴重的搖合問題 那我們還是建議你先矯正好牙齒 再來做貼片 如果你之後有小蛀牙 它是住在那種後面的話 我們是可以從後面打一個小孔 把那個小蛀牙清乾淨 完全不影響你的貼片 可是如果你的蛀牙是很大很深的 甚至已經住到神經了 那我們可能就要把你的貼片卸掉 然後先做療程 然後之後可能要換成全瓷罐 那剛做完療程的時候 頭幾天會有輕微的一點點敏感 但是它是暫時性的 然後它那個敏感會慢慢慢慢的淡掉 然後這貼片膜的量非常薄非常少 基本上沒有什麼後遺症 呃 maybe 可能就是你會變得太漂亮 是比全瓷罐罐 全瓷罐 Oh my God OK I'm so sorry 等一下 我直接從其實我覺得好了 第二種材質是常識貼片 它的化學名是鋁細酸鹽礦物 鋁四 鋁四 鋁細酸鹽礦 鋁酸鹽礦物 那個超難念的 背了足足三天 有點小的是 鋁細酸鹽礦物 如果今天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不足沒有 不足沒有 Cra Đwhich 鋁 보시면 開啟小鈴鐺 一次 鋁